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這次我們就說說西婆佩洛西,甚麼事呢? 原來西婆是被自己黨友追擊的 居然,嗯,想不到 西婆就是被黨內的眾議員斯潘伯格追擊他 斯潘伯格就說,佩洛西,為何你和其他民主黨的高層故意拖延立法 甚麼立法呢? 原來這個立法就是,哎呀,崩口人的崩口碗 就是限制議員炒股 但是,佩洛西的身份是甚麼? 國會山烏臣 國會山烏臣,厲害的 華格和一些民主黨員就說,喂,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因為自己是古臣,所以不肯搞? 他就要求,你記住啊,是他黨友啊,是黨友啊 佩洛西下台,佩洛西下台 對,而且更加說,民主黨需要新的國會山領導 而不是國會山領導 他說得對,不過這個願望可能很快就實現到 是的,很快就達成了,我也想說 11月就有機會達成了,是不是? 你先喊好嗎? 喊好嗎? 佩洛西下台應該很快,11月了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佩洛西就被人追擊了 佩洛西的回應就說 我沒有注意到黨友斯潘伯格對我的批評 沒有注意到 就說對於這位 當然後來他聽到了 這位黨友斯潘伯格要求更換領導人的呼籲 其實佩洛西都是自之不利的 他就說我沒有注意到這些幾個東西 誰叫我落台?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注意力就是要集中力量 贏得下一次選舉 我借你個中期選舉 你怕我集中注意力炒股 他如果輸了就可以炒股 哈哈哈哈 至於斯潘伯格的限制國會議員炒股的建議 佩洛西就說已經納入到民主黨 之後的一項法案文件當中 不用怕 原來美國國會在2012年通過了 停止利用國會消息交易法案 簡稱股票法 因為之前佩洛西有很多傳聞 當然沒有證據 說明沒有證據 但是大家都覺得是否要懲治一下 一些暗暗地利用消息去炒股的議員呢? 這項法案規定 國會議員不可以利用他們職務獲得的內獲消息 從股票交易當中獲取利益 另外 國會議員應該在本人 股票交易的45天內 披露相關的訊息 不過這個法案 並不禁止國會議員和他親屬持有 或者賣賣股票 不過要早些披露 及時披露 其實又好像沒什麼問題 說句老實話 這項法案 是沒有被美國議員嚴格遵守的 原來根據Business Insider 這份知名的雜誌 其實他們做了一項調查的 這份調查報告顯示 有72名國會議員因為交易披露過詞 即是有時候你要多少多少天 一定要披露你做了什麼交易的股票 不過是遲了很多 或者是不準確 或者根本是不披露交易 而違反了股票法 西婆是其中一個嗎? 不是吧? 好像沒有 暫時我看到就沒有了 有些就說疏忽 有些就說寫錯 有些就說會計搞錯 反正藉口是五花八門的 根據法案 如果你預期提交上述報告 只會罰多少錢? 200萬元有沒有? 200美金 這麼少? 這麼多錢 有時可以有豁免 2020年的時候 斯潘伯格和德州共和黨議員 Chip Roy 羅伊一起發起一項提案 要求加強股票法限制議員炒股的條款 其實你知道 盧仔和大將是代表兩個政黨 盧仔大將 看見是聯合發起提案 不過呢 一開始西婆佩洛西就駁回 所以西婆佩洛西就有鋪天蓋地的民眾的批評聲 所以他只可以 本來是駁回 後來就默許了 但是這項提案的推進一直都不順利 斯潘伯格就說 他們有個叫做兩黨改革聯盟 但是反覆拖延 以及你推我我推你 其實搞得不成 這就是為什麼 他認為民主黨需要新的國會領導人的一個例子 拖來拖去 新的國會領導人就是西婆 現在的國會領導人是他 都很厲害 追擊自己黨友 長期以來 佩洛西 經常有媒體說他 得到一些消息 炒股或者是親屬炒股 收獲很豐厚 不過這麼說 暫時你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告他入 當然我相信一個 做了這麼久議員的人 有些灰色地帶他總是懂的 是嗎大馬Sir 我已經花了百雅多歲 我不是說他有這麼做 沒有證據 只是說他可能知道灰色的東西 當然 他亦被稱為國會山鼓神 在去年六月 在美國眾議院 針對植谷 科技巨頭 一項的做法 反壟斷 行動投票沒多久之前 其實也挺厲害 因為投票之後肯定股價會動 媒體說 佩洛西老公 保羅 就是 買了 這個 Google的公司 的股票 多厲害 賺了530萬美金 他也曾經 買超過幾百萬美金的 Tesla股份 他有錢 過億身家 買幾百萬美金又不是很多的 分補了 之後拜登政府 簽署了要求所有 聯邦車輛必須為電動車 作為他們 叫做 官方用的車輛 以後聯邦的車輛 可以 全部都改成電動車 行政命令 一出來 Tesla當然是 電動車巨頭 電動車救世主 結果 Tesla的股票是升了很多的 佩洛西夫婦 當然 你又沒有證據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 這樣 是得到消息告訴他老公 當然 他們夫婦是否賺了一筆勁呢 是的 今年7月 保羅佩洛西 當然 今年 美國最大的法案之一就是 芯片法 為了回應中國 保羅 雖然飲大兩杯 上次被捕了 但是 投資相當英明 在這個 芯片法案 表決之前 又出手了 大量 是扣入 這個 英偉達的股票 這個半導體巨頭 根據這個法案 其實美國半導體行業是獲得 520億美元的補助 所以呢 有些人說 這麼巧的 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的 當然也是說一次 你沒有證據的 但是 會使得很多媒體可以寫你 很多聯想 很多浮想 是不是 其實九月頭的時候佩洛西也曾經表態 他就說 股票交易禁令法案 可能會在 九月底之前是表決的 不過 他所說的股票交易禁令 並非是他黨友斯潘伯格和共和黨另外那位人士 兩年前就已經推動那個法案 而是 另起勞造 重新起草一份新的 其實這樣是不是會好一些呢 沒有那麼辣的招數 另外呢 我們看到 佩洛西的政治盟友也是眾議院 行政委員會主席 洛夫格倫 其實也公佈了一份 法案文件 那份文件就叫做打擊政府 財務利益衝突 這份文件有26頁 主要目標是限制國會議員和其他 政府官員 持有和交易股票 根據 文件的內容 美國白宮 國會 最高法院的官員 和他們配偶子女 都將禁止持有和交易股票 以及加密貨幣 會不會太厲害呢 除了國會議員 和他們的親屬之外 美國總統 美國副總統 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聯邦 司法機構 的法官等等的群體也都受到上述 條款是約束的 根據這項禁令 國會議員 可以將股票放在 符合規定的信託基金裏面 法案就允許國會成員 將 資金投資到其他領域 包括一系列的公共基金 交易所交易基金 以及 美國財政部債券 各付券 州 市政府的債券都可以 這個Business Insider 也都說 兩個黨其實都是支持這項禁令的 另外 民意機構最新的調查也都顯示 77%的選民都是支持這個 措施的 雖然佩洛西之前承諾會在月底對這項法案進行表決 當然 是9月底 但現在10月 都好像未有 負責眾議院 議事日程的議員 霍爺 不可能的 不夠時間 因為議員沒有足夠時間 去 閱讀這份法案文件 民主黨 其實就選擇 近9月底 才公佈這個法案的文件內容 當然 有人就說 是不是有些人 不想在中期選舉之前通過任何 有關股票法的改革法案呢 因為 眾議院將會在9月 結束後就休會 議員將會離開華盛頓 投身於中期選舉的 競選活動當中 等他們再回來 已經是11月中旬了 所以 這個是他的黨友 佩洛西黨友 民主黨的斯潘伯格就說 這項法案 佩洛西 根本就想了 一件事就是轉移注意力 轉移自善 民主黨人 知道 洛夫 格倫公佈的 這項法律 是不會通過的 另外 佩洛西這位黨友 都頗厲害 嘴擊他 就說很明顯 眾議院領導層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對於這項努力 沒有用心 其實 這些 法案 即是他自己公佈的 根本 是為了 不通過而設置的 當然他也說 這些 文件的目標 就是給股票法的改革造成混亂 並且 禁止國會議員買賣股票的這項 改革重點是複雜化 同時 亦製造出 眾議院領導層 還想採取行動的假象 假裝做事 領導層就是 阿西婆 對於他的批評 斯潘伯格亦很直接地說 眾議院在休會前 拖延推遲股票法 改革法案的 投票表決 是 眾議院領導人的失敗 即是世婆失敗 還有誰 另外一名 眾議院民主黨人 來自新罕保十二州的議員 就是Chris Pappas 挺個人的Pappas 他對 民主黨領導層 未能呼籲 對這項法案進行投票感到很失望 在這個過程當中 根本 是完全拖得就拖 這些拖延是沒有必要的 他就繼續呼籲 在這個問題上採取行動直到 可以通過立法 防止民選官員利用公職 謀取私人利益 說句老實話 有些議員當選就為了用這件事 去謀取私人利益 我說有些 沒有說佩洛西 對於 斯潘伯格的指責 其實佩洛西 他就說 限制國會議員 股票交易的建議已經納入了 27日公佈的法案當中 其他議員亦都想 改進法案 他們都有想法 這個法案 依然是推進當中 在投票結果出來之前 說這些都是沒有用的 We will see 我們看看 至於斯潘伯格 黨友叫他下台 佩洛西是不回應的 他就說 我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下次選舉當中 看看你能否認得 佩洛西 原來 還有一件事都挺膠下的 怎樣 他昨天 居然 就說 我們需要移民來 收割農作物 不過 這些移民 就是指那些由美麥邊境進來的 這樣就被人拋棄 喂 你是不是剝削非法移民 那 下一個方法 轉去合法 合法 行不行 就是 但是現在拜登又不行 不可以 這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在講到非法移民問題的時候 的一番言論 是帶來了大家強烈的意見 很多人看來 你不是暗洩 你明白嗎 以前拜登一上台 美麥邊境已經很多人來 你如果說我們需要 這些移民來 收割農作物 邊境會有一堆人衝進來的 明白嗎 他等於變相鼓勵那些人 給他一個訊息 你一句話 那些蛇頭可以發得很大 記得之前拜登當選 他們說 拜登很支持移民的 這些假消息都已經很多人相信 如果他cap了你佩洛西這句話 他說我們需要移民來 收割農作物 那你就糟糕了 那你就糟糕了 他就說我們國家在工人短缺 亦都說在菲羅里達一些農民就說 你們為什麼 要將這些移民運到北方 因為之前有些州長把移民送到華盛頓 以及送到賀錦麗的家門前 也有農民說不如叫他們在這裏 收割農作物 當然 佩洛西居然說 這個也可以 佩洛西究竟是 什麼事呢 原來他在一場民主黨的新聞發佈會上 有記者就問過去12個月 美國 是 有200萬的非法越境人士 這個國家的南方邊境 是否最安全呢 直至美國 佩洛西就說 美國有責任確保邊境安全 但是也應該 認識到新移民對我們國家的重要性 如果你說 因為他問你 非法越境那批人說新移民 人家就覺得 你是不是就說這批200萬人 他就說 現在 在 勞工短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需要他們來 去 收割農作物 但是 當然 他是沒有指哪些移民 他這句話就沒有指哪些移民 他就說移民 但是 人家這樣問你 有200萬人進來的時候 有些人理解是否你就說 這200萬非法越境人士 多數會這樣聯想到 就算不是 那些壞份子 那些犯罪團方也會這樣 你是在美國的地方說的 對吧 人家提了那200萬 在南方 越境的人 他們就可以發格來說 雖然沒有什麼名字 美國媒體也看得出 其實 佩洛西是諷刺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州長 德桑蒂斯 因為他把那些人送到北方 但是 你這樣又串發別人說 他們可以讓移民在這裏 收割農作物 但是 你是貪過人 說句老實話 你是貪過人 但是 人家肯定發大這句話來說 是不是 是吧 所以 到底是不是應該 用這些口舌之爭 貪過人 還是西婆也預計了遲些 沒有什麼 有機會再做 趁現在還在位的時候 說大一點 過口人 其實這番的說話 很多人都說 你這樣 說 令美國人很擔心 到時 如果人家 將你這番話發大來說 去到 拉丁美洲 就說 原來佩洛西叫我們 去美國 去 收割農作物 你需要我 是的 也有人說 佩洛西你這樣是不是 廉價的 勞動力很需要 另外 也有議員批評他 佩洛西和民主黨 你這樣 是否 這些非法御經人士可以剝削他們的勞動力 將他們變為 一些很便宜的勞動力 當然 有時候我覺得這些言論是上綱上線 因為你不謹慎 給予人家一個機會 政治是很可怕的 是嗎 他真的有機會任何事情都會 坐下你 我一直覺得他做了這麼多年 這些錯誤應該不會犯 可能他 潛意識裡面真的想著 快沒得 不如趁自己還在位的時候 有多大人說多大 你不要忘記 他在別人面前都敢撕爛特朗普的文件 也對 那時候就比較情緒化 那一次 但很難看 他不介意 這樣就很噁心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